雞皮疙瘩已經起到後腦勺了 好好喝喔 有今天發現了一個保障店家耶 它有雙肉味道啊 沒有那個瓦斯的那種創味 已經有到無菜單料理的登輯了耶 我開店最主要目的是希望 可以做料理給家人 親朋好友吃 適量的心意在做東西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葉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一間 我們一直很想來很久的一間餐廳 它叫做豆手 豆手 它就在西屯市場旁邊 對 豆手 那今天拍攝比較特別 是我們另外跟老闆娘有約 因為只有她一個人 所以今天是在她放假日來 這邊的空間環境我覺得很舒服 我們現在做的地方是她的二樓 那一樓的部分大部分是做吧台 就是你可以看到老闆娘那邊做菜 二樓的部分就會有這種四人做的桌子 最多可以坐到十到十二個人左右的位置 但我不確定老闆娘會不會願意接受 這種吃餐的人潮 因為它真的有它的堅持 像我們今天的餐點也是 它是真的很希望我們熱熱的吃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趕快要來開吃了 第一道要吃的是這個 日式手作豆腐丸子 它是一個套餐的 有點像日式簡餐的那種感覺 定食 對 日式的定食 就是有附白飯 然後還有一個湯 三個小菜 一個水果這樣 很紮實的口感耶 它不是咬下去的紮實 而是說它有柴柴的口感 對 像凍豆腐的柴口感 可是它又沒有凍豆腐那麼柴 豆腐丸子裡面的蔬菜還保有它的脆口度 很好吃耶 它應該有用點糖去帶它的甜味 但是它的甜不是讓你覺得太甜了 或是覺得那個糖有點膩的那種甜 反而是你會覺得它是自然的那種鮮甜 因為我覺得它用蔬菜去把它帶出來 再來這一道是松露野菇炊飯 你不愛松露的人 但我現在覺得很香 我現在很期待 真的就是那種炊飯 比較多濕滑 比較多水分 它的米粒就跟剛剛的白米飯 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完全不一樣 但是它又不會到像燉飯那種整個爛 爛掉 讓你還咬得到一點米粒的口感 金針菇一樣 它整個煸到整個是金黃的 所以它的油脂感是很香的 為什麼它可以接受 它的松露味道啊 沒有那個瓦斯的那種蔥味 它好像是一個菇菌 就是真的松露的那種菇菌的味道 它整個鍋氣在舌頭上面感受得到的 定時所附的湯 海帶牙 菌菇裡面有一點那個白 哇這個湯顏色也太美了吧 哇 好像有用提魚去熬的喔 雞皮疙瘩已經起到後頭熟了 今天有三個小菜 蘿蔔 秋葵 跟末爾 它厲害的地方是哪一道嗎 它其實都保留了食材 原味 對 因為有到無菜單料理的等級 它那個柚子的味道搭得很好 我第二個才咬到有柚子 柚香秋葵 很清爽 我覺得今天發現了一個寶藏店家 好的店家我們是要讓更多人知道 更多人來品嘗 它就可以受到更多的支持 沒錯 再來我們要吃它的烏龍麵 這個叫 榨石酥烏龍麵 這個食酥炸物 它也是可以單點的 因為今天是特別拍攝嘛 所以老闆娘他就幫我們做成這樣 如果你是單點它的炸石酥烏龍麵的話 它會用另外一種黑色的盤子來裝 它會比這種單點的再少一些 很喜歡吃它的炸物的話 你可以再單點它的一份 光看到這麵條 我們先喝一口看好不好 好好喝喔 醬油完全不會讓你死血 它只有留下醬油的香氣 哇塞 這麵條也是煮得非常之剛好耶 怎麼可以這麽好吃 我的印象中的天婦羅就是要整個很脆 所以它上來的時候 其實我看它我覺得它不是 我印象中的天婦羅 但是這個口感我喜歡耶 然後當你進到湯頭裡面的時候 它完全會把那個鹹度 融合在每一口裡面 你這樣吃下來 第一個感受到它用心 第二個你可以感受到 它真的沒有過多的調味 透過它的料理手法 讓每一個食物 去達到它的很多的層次 頭做的好痛 我真的不是生氣喔 我真的再度澄清 這是我們吃到好吃的東西的 一個真實反應 你在思考它怎麼可以這麼好吃 再來我們要吃的是它的 麻辣豆腐堡 老闆娘說就是重口味的 要放在最後面 對 這道就真的是重口味 然後辣度小小辣 那這道的味道是很棒的 但是因為前面的味道太驚豔了 因為說前面的味道 因為它把每一個食材 都拉出來的那個層次 那我覺得它還是很細緻耶 它有那個花椒香氣 那醬不是在家裡面做的出來的味道 喔它裡面有豆皮 好香喔 它豆皮很好吃 你是口味很重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道是要推薦給你的 好最後呢 這是他們的飲品 我們點了兩杯 一個是紫夢幻果席 另外一個是它的 薑汁黑糖拿鐵 然後它現在都換幾支霧奶了 因為老闆娘說 他們他想要最後都是做全素 他想要讓每個人都可以進來 不用問素別 就可以直接吃 那注意喔 它另外一杯果席 濾淨化 它目前是有加蜂蜜的 但是可以請它不要加 如果你不吃蜂蜜的人 它前面是藍莓 中間會是蘋果煎 然後再香薑慢慢出來 最後堅果的香氣跳出來 超級好喝 我們剛剛吃完冰的 現在喝熱的好像不太好 對不對 沒關係啊 暫停一下 休息一下 登登登登 好 就是要這樣 它那個薑的辣 只有微微的一滴滴而已 很微很微 可是它把整個 薑的香氣整個帶出來 你剛剛上面看了一層焦糖 這樣打進去 完全不會過甜 然後 尾韻才是一個拿鐵的味道 太好喝了 這是我喝過最好喝的黑糖醬汁 這麼厲害的店家 之前是做婚食的 現在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問題 想要問問看她的主廚 同時想要邀請為了我們新節目 上一課就來跟主廚學到菜 看有沒有機會請到我們的主廚老闆 我們去訪問她 好那這就是我們的主廚跟老闆Mandy 哈囉 以前這間店是婚食 是什麼原因 就是你把它變成好像開始做素食 因為我是頂下這間店的 那我原本是幫我哥哥進行餐廳 哥哥餐廳是婚食餐廳 那因為我本身吃素 一直介紹婚食我覺得很奇怪 那就是我以前看到這個地方在頂讓 我隔天就來了 我記得我坐在這個位置 我就喝著飲料看出去 我看到的是寓意 在這裡得到了一個放鬆的氛圍 很多事情你要做的時候 就是一個感覺而已 就是說頂下來之前 他就叫做婚轉素是因為換了老闆 對 頂下含臉馬上變素食 經營了大概兩個月的之後 我就覺得這不是我做出來的 我也沒有嘗過 這很像也是在經營別人的店而已 所以那時候心裡面是掙扎的 是很掙扎 然後還有發生一個最關鍵的事 爸媽知道餐飲業都很沒有時間吃飯 一來他就會拿一堆東西 那時候便當你趕快吃 塞完給我之後 他講說我好餓 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開店最主要目的是希望 可以做料理給家人 親朋好友吃 居然沒有辦法煮東西給他們吃 這件事情真是太讓我 做到我自己在做什麼對不對 這樣是不對的 更堅定的我的想法 我要做素食 你是有料理底子的嗎 我其實沒有什麼技術 真的很把每一個人 當作是自己的朋友 想像大家來我家 跟他做東西給你吃 適量的心意在做東西的 可以肯定的是 在做菜的時候非常用心 我們其實有一個新的單元 叫做來跟主廚學到菜 就問Mandy有沒有機會 讓我們來拍攝這個單元 因為我覺得你的料理 雖然你可能覺得很簡單 或是說很單純 但它是可以帶給人家很多幸福感 那你會不會分享一道菜給我們的觀眾 飲料也可以 或是什麼東西都可以 可以啦 沒問題 OK 太棒了 又邀請到一位我們覺得很厲害的主廚 外縣市的人 有到台中玩的話 我覺得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但是一定要有耐心 因為Mandy現在就是一個人 對 來這邊吃 保持了心情愉悅 好 那今天的訪談就先到這邊 謝謝Mandy 謝謝 謝謝 今天的鬥手餐廳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然後來到這邊的話 真的要細細品嘗 對 也要有耐心等待 沒錯